打完这些国际首先聚焦俄乌战争 那么随着基辅发起攻击 也是试图收复莫斯科当局 在2014年所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那么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座弹药库 在7月19号却遭到了攻击 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乌克兰军方呢 他们今天已经证实 确实是乌军他们动手来攻击这个弹药库 先来看一段爆炸当下的画面 先来看 那么这座弹药库在发生爆炸之后呢 克里米亚当局是立刻疏散了 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当地居民 那么交通铁路也是一度停止 当地的政府官员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指控这是乌克兰他们的攻击行动 那么对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增加 确实呢应该是打算要夺回克里米亚半岛 那么乌克兰方面是在攻击三天之后呢 也就是今天他们证实他们的攻击行动 那么在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前呢 其实俄罗斯他们在17号就先宣布 要退出黑海谷物的一个协议 那么接着连日多来呢 是空袭乌克兰的黑海港口 摧毁大量的谷物 那么黑海港口呢 他们被称为是欧洲的一个粮仓 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的一个供应国 那么许多国家呢 就依赖这个地方来出口 那么当时呢 俄罗斯在去年2月 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就封锁了该地 那么一直到5个月之后呢 也就是去年7月 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 误旋调节之下 最后才达成黑海谷物协议 是恢复呢 可以从黑海的港口来出口 但是呢 这随着欧美各国也对俄罗斯制裁 包括了刑事法院 在3月的时候 就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寄出一个逮捕令 当时就指控呢 普丁他犯下战争罪 那么俄罗斯他们也要求呢 国际社会 他们应该要缓解一些制裁 否则呢 这个协议如果到期之后 俄罗斯他们就不续签 那么确实呢 17号的时候 他们也宣布不续签这个协议 对此 欧美各国就谴责 俄罗斯他们是将粮食武器化 那么联合国也谴责 这个导致了俄罗斯他们决定呢 并不是一个悲伤或是失望的问题 因为这已经攸关部分地区人民 他们的未来可能真的会死于饥饿 而在大陆方面 俄罗斯炸轰这个轰炸黑海钢后之后呢 这也影响6万多顿 拟定要送往大陆的一些农产品 那么对此 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根爽 他21号也在审议中 他是喊话 要早日恢复乌克兰和俄罗斯 粮食和化肥出口 希望呢各方要共同努力 对话来协商 坚持一个想象而行 那么其实呢 在战争以来 北京方面 他们的态度都是希望 俄乌双方要劝和促谈 应该是要上谈判桌来谈判 那么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 则是持续地祭出军援还有金援 那么根据统计 2023年美国的国防部 现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第八波的军援 总价值已经包括了 大约是108亿美元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甚至曾经是表态 这个战争呢 要打多久 那么美国就会支持乌克兰多久 那么接着看到呢 谈到拜登 他最近呢 又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他21号呢 在白宫会晤科技界的领导人 那么其中呢 就包括七大的企业 包括有Amazon Google 还有Meta 以及微软等 那么他一出场呢 他就很打趣哦 他就先说到自己是AI 现场呢 是引来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呢 俄罗斯的前总统 梅德韦杰夫 他似乎呢 根本欣赏不来这个笑话 接着就嘲讽拜登 那么当时拜登 他是发表有关AI人工智慧发展 之后呢 要防堵未来可能有一个风险的一场演说 但是呢 这同时也是普丁好朋友呢 显然是不领情 引用美国的一首歌 叫做年轻岁月的热门歌曲 来取消拜登 甚至呢 之后他还在自己的推特上 是特地呢 用英文写道 拜登他是瞌睡桥 来嘲讽拜登 那么最后呢 接着的国际小点 是聚焦在近期大陆社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么同时呢 也是外媒四个礼拜以来 高度关注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大陆外交部长秦刚到底在哪 那目前秦刚他已经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长达四个礼拜 尽管北京政府以身体因素作为解释 那么面对外媒连日来的拷问呢 这个提问好像变成拷问一般 也是维持一贯的回应 表示呢 是没有更多的讯息 但是呢 当然依旧没有办法熄灭大陆网友 他们的好奇心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呢 大陆的搜索引擎上 百度上呢 秦刚两个字的搜寻量 每天是已经超过了38万次 一瞬间呢 四个礼拜前就暴增了28倍 那么对此很多的外媒也从秦刚 他的下落这些疑惑呢 现在已经转为猜测 下一位可能替代秦刚的人选 那么当然这些讯息 都没有被北京政府证实 一起来看 露出难得灿烂笑容 大陆外交部记者会日前进行三分多钟后 突然没人提问 发言人毛宁以为记者会提早结束 顿时开心笑了出来 由于最近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一直没出现在公开场合 许多无法证实的传闻四起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他与凤凰卫视主播 布小田疑似婚外情以及拥有私生子的说法 而秦刚持续神隐也成为国际媒体 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上 争相关切的重点 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王毅主任出访的有关情况 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外媒真相提问有关秦刚的近况 但不论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人 就连大陆驻美大使谢峰 近期出席美国智库安全论坛时 也难逃被追问这议题 谢峰也打太急 没有正面回忆秦刚身影的原因 也由于秦刚在公开场合消失近一个月 让英国外交大乘客为例 预定本月的北京行 因此决定员后 秦刚持续声音的原因依旧不得而知 路透甚至披露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很可能取代秦刚的位置 在大陆官方没有正式发布消息前 有关秦刚的传闻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接着林涵纵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的关系 未经讯赏 来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见 嘴 不